在广州北新路步行街吃了一碗牛杂粉 结账时价格已被看错了 Hello大家好 我现在广州北新路步行街啊 可以看到起起起客步行街的话 少了很多人了 因为现在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多了 七点半吧 但是可以看到 总的人流量还是挺多的吧 不愧是广州排名第一的步行街啊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外国人 看到没 看到没 很多外国人 看前方又是 所以说这条步行街啊 不仅是很多外省人来广州旅游闭逛的 也是很多一些外国友人啊 来到广州旅游闭逛的 所以的话就有很多游客 对这个步行街的消费啊 比较好奇想了解 那这个视频的话 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北京路的消费吧 我现在去逛逛看看 顺便吃个宵夜吧 看看在这里吃个宵夜 什么价格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路脸盘的店都是一些首饰店 什么柴饵 什么糖水逛门了 反正就是在这里的话是没有什么餐饮店的 要不去前方看一下吧 这么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快餐吃 那些小吃的话我就不吃了 小吃 没办法了解这个 北京路的消费情况啊 要吃就吃个正餐 茶饮 茶饮的话 一杯都要十几块了 全个都一样 为什么差不多晚上十一点了 还这么多人呢 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周六啊 很多一些双手的人啊 今天的话就会玩的比较晚一些 好了我现在去看看有没有东西吃 这里是北京路的美食街 不过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小吃 算了 观察这一边吧 因为小吃的话没有意思啊 在这里牛杂粉 这么晚了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吃 牛杂粉 去看看前方 如果没有的话就吃 就吃这个牛杂粉吧 太晚了 没东西吃了 这个橙粉 这里又是牛杂粉 怎么这么多牛杂粉 好像没东西吃了 那就是牛杂粉吧 没得选择了 太晚了 是这家吧 这家比较靠近培心路 应该这里的付出稍微贵一点 那这个价格的话 应该不知道怎样 吃吃看看 好了 这个就是我点的牛杂粉了 可以看到上方的牛杂呀 这个分量有点少 都没几块 一块大的萝卜 就这样 它只是这个锅大而已 这个粉的话不是很大的 看到没有 这粉没多少 牛杂的话也没多少 那大家查一下 我在广州 北京路吃了这一碗牛杂粉 要多少钱 我先吃吧 吃完再告诉大家 我吃完这一碗牛杂粉了 一共花了我20块 对于这个价格 大家觉得怎样 我觉得还可以吧 有点出乎意料 我原本以为要30块的 所以知道它只要20块而已 它是比较亲民的 要知道这里是广州的 北京路步行街啊 这里的铺租 本来就贵了 它卖20块 还是十分厚到的 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样 有什么显缩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